大家好,我是孫允喜,歡迎收看三分鐘視頻 今天點題幾個字,就是頭肩頂打到來 先說一下港股情況 今天港股反復的方向不是太強 早段跌過200點開外,不過期後就收窄 接著一度度升過幾十點,不過期後又再倒頭跌過 最後全日要跌155點,收27,235點 成交就縮了,剩下833億 今天市跌,股王騰訊開外,拖市下去 加上來人股又跌一些,石油股又跌一些 令市一度跌成200點 幸好公用股防守股的2號、3號、6號、港鐵等 長見全部都錄得逆市上升 令市跌幅不至於擴大 好,先說回整個市的情況 昨天節目提到,市有機會反彈 其實今天剛才提到,一度反彈幾十點 相信現在和我昨天節目提到兩個因素有關 一個就是上證指數,上證指數今天是有升幅的 不錯的,因為整個亞洲故事今天普遍都向下 因為受到微股下跌拖累 上證也有少少升幅,對港股有些支持 加上昨天節目提到,兩個人為因素在 一個就是明天期止結算 星期五就場外期止結算 兩個因素可能令市一度到勝 只不過整個外圍亞洲特別弱 沒有辦法保持著 根據這個情況 人為因素以至上證比較好一點的走勢 估計明天和後日可能都有機會保持在這個水平 還彈了少少也不出奇 但是大跌的風險,初步看就不是太大 不過中線,過了這個星期到六月會怎樣呢 初步看形勢就一般了 我從以下方面講 首先,第一,中美物戰的情況並未好轉 仍然有些陰離 今天就最有新的說法出來就是 稀土再成為大家談論的焦點 因為發覺一位官員說 接受訪問,被問到 如果外部界說 中國可能會用稀土來反制美國的貿易戰的武器 他怎樣看呢 這個發言人就沒有正面回應 但是就說 如果有誰想利用我們出口稀土製造的產品 反而就要壓制和打擊中國的發展 他就說,江西人民以至中國人民都不會很高興 法國位官員這樣說 大家的理解就是 有暗示有可能會利用稀土作為一個反制的武器 一時間大家討論,究竟稀土能不能夠作為反制的武器 有些人說可以,說是黃牌 有些人說不是很可以 因為歐美,日本自從2010年開始 已經開始準備 中國可能計算當年,即是2010年的時候 再次使用稀土作為一個武器 對付其他國家 所以早就準備應付這個情況 所以,究竟稀土能不能夠作為這個武器 還說紛云 不是太知道是否可以 老實說 只不過,肯定可以這樣說 這個討論反映到中美的貿易角力 即是貿易戰繼續在暗裏面打 很明顯並未緩和 在體驗情況之下 估計由這一刻到6月底之後 中美兩個元首,習近平和美國總統 特朗普會面之前仍然會是這樣的狀態 偶有壞消息傳出來 有時說一些你一句我一句的爭吵不斷 令事情的氣氛繼續一般 這個第一個,可能你的股市 6月有機會再向下走 第二個因素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看這個圖 這個就是美國十年期 國債知識的圖 看到已經去到2.23厘 2.23厘是多少呢 是2017年9月以來的低位 走勢非常厲害 知識不斷跌下去 跌到2017年低位的同時 更加令大家比較關注 就是已經比3個月期的美國票據更加低了 至於現在3個月的美國票據大約在2.36厘 現在只有2.23厘 長息理應是高於短息的 現在長息是低於短息 此事換言之 就出現大家所謂的 知識曲線倒掛的情況 根據美國裏面的研究 通常出現知識倒掛 顯示衰退的風險是增加的 所以看到這個圖 以至再拼應3月期 這個知識的圖 大家就很擔心 明年就會衰退 而事實上 不少估計明年的衰退 機會是3成多 令大家比較擔心 而事實上 根據聯邦基金期貨 利率期貨的格顯示 現在大家不只擔心衰退 還覺得今年已經要減息 要減兩次息 整個形勢 都是對環境金融市場 特別在風險資產 即是股市裡不是太離好 這是第二個值得跟大家說 第三個 就是花溫點提過的幾個字 頭肩頂打到來 那哪個頭肩頂呢 其實是美股 幾個重要指數 都是有頭肩頂打到來的狀況 這個當然是離譚訊號 先看了道瓶斯公園平均指數 看到了 現在的頸線就是綠色這條 暫時還未穿 250天線就危危乎 但頸線還未穿 但形態已經是很明顯 肩頭肩 看到很明顯出來了 這個走勢是弱的 標譜500指數 頭肩頂的頸線 危危乎 看到了 這支陰竹 即是昨天做出來的 已經是跌到頸線的水平 跌多一點便會穿 換言之 這個標譜500指數 今天再跌多 只要開始下去 就會形成頭肩頂的淡細 差的 當然更差的就是 納斯打指數 肩頭肩 這條頸線綠色 之前幾天都在頸線水平增持 暫時明顯跌穿 但昨天已經明顯跌穿了頸線水平 本身頭肩頂已經成立了 所以整個美股向下走的可能性越來越大 特別是如果穿了250天線 這個水平 大概是7510點左右 如果穿了 整個形勢確定是走淡的 到時對港股肯定衝擊會更加大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 六月份的港股 有機會就會再向下再測試支持 第一個支持就是心理關口 好 兩萬七 如果這個支持都不能夠守得住 就可能要測試整個升浪的 0.618倍回吐的水平 這個大概是兩萬六千七百點左右 所以大家留意這位置 好了 時間關係的分析大致這麼多 多謝大家